OK接下来呢我们将学习Python环境的一个搭建 那Python环境搭建首先我们应该拥有Python的这个安装包 我们才能实现它的一个环境搭建 那这块呢我给大家提供了两个地址可以去获得我们Python的一个包 第一块呢就是它的一个官网也就是这个Python.org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 打开我们Python这个官网 这个官网网站呢我们发现这就有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字 是吧Python 之后呢这个上面有几块 第一块About Downloads Documentation Community 还有Source Stories News Events 那About是关于Downloads是下载 Documentation是文档 以后我们要想查看查阅文档 就是来官方这去查阅就对OK了 如果你想学一些新的特性 那肯定要来官网这 官网这才会有最新的资料和素材 但之后社区它拥有一个很强大的社区 如果你遇到一些程序里面解决不掉的问题 可以来社区去提问 对吧 之后呢我们享用第一块呢 肯定要去什么呢 去下载下载才能用 对吧 那下载的时候这块呢 它现在给我们提示的一个最新的版本 就是Python 3.7 那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版本有很多啊 这块呢 看 looking for a specific release 是吧 你要指定某一个版本 这就了 3.7.3 3.4.10 3.5.7 2.7.16 3.7.2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版本 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版本在迭代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项目可能已经在开发中了 开发中的项目是不便于版本升级的 但现在的主流版本呢 就是一个Python 3 那Python 3.9呢 都是OK的 但我们学的时候呢 你我个人建议啊 我们学3.6 3.7就OK了 再之后呢 还有一个安德康达 安德康达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开源的Python发行版本 其中包含了康达 Python等180多个科学包机依赖 这个呢 主要做后面的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这块 我们用的比较多 但它里面也集成了Python 也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 我们可以打开去看一下 这呢 就是我们Comet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首页 对吧 你可以去下载去使用 这里面主要用的就是数据分析数据处理 这 IT商业处理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商业合作伙伴 这呢 你也可以在这去下载 点击下载的时候 你来到这边看 是吧 我们现在是Windows操作系统 你会发现 它也会有Python3.G版本 还有Python2.G版本 那我们学的时候 刚才说了 咱们推荐大家学3.6或3.7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对吧 之后Python2 Python3 Python3.G版本 3.X版本 是吧 常被誉为Python3000 相对于Python的早期版本 这是一个较大的升级 为了不带入过多的累赘 是吧 Python3在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线下兼容 也就是说 Python2的代码 在Python3里面 不能运行了 那我们要选Python2 还是Python3呢 Python3 才是Python的未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像我们Windows一样 Windows XP 以前 相对来说 你的电脑配置很低 它也运行的很流畅 而Win7 在最起初的时候 运行的是又慢 又吃内存 又吃硬盘 但是 经过时间的一个系列 我们发现 XP一点点被淘汰了 那Win7 我们发现Win7是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对吧 但是 随着现在时代的一个变迁 你会发现 Win10一点点崛起了 Win7不再提供支持了 那Win7一点点呢 也将脱离公众的视野 而Win10作为一个主流 那这块呢 我们这也是同样的 Python3 才是Python的未来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2它只维护到2020年 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多 这个Python2就不再维护了 不再维护也就是新特性没有了 以前的一些bug 它可能也不再去给你修复了 想修复只能靠自己了 对不对 另外还有Python官方建议 我们直接学习Python3 不再学Python2 但是Python2真的不学吗 以后你做项目的时候 那项目可能有Python2的 你再去学都来得及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主要以Python3为基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去做一个Python3的安装 那Python3的安装呢 也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应该去下载一个 这块呢 这个AndCon呢 咱们就不下了 因为AndCon的这个包比较大 并且它里面带的裤过多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下这个 安装方式和直接装Python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去下载一下这个Python3 这个下载包呢 大约有24兆 片刻之后呢 我们这个软件包呢 就下载好了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去安装一下这个软件包 首先呢 我们双击去运行它 之后呢 我们选择安装 然后还有一个自定义安装 那我们在装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使用自定义安装 因为默认的安装会干什么呢 它会将这个程序给你装在C盘中 那我们知道电脑的C盘 装的越多 越大的时候 程序启动的时候会越慢 那我们选一下自定义的一个安装 这一安装的这有文档 然后pipe 然后还有什么idle 还有pythontest pythonlauncher 等等的 之后呢 默认都勾着就ok了 next 那这块呢 接下来我们选一下 它的一个安装路径 安装路径呢 我们来找一下 个人建议大家在装的时候 尽量装到一个磁盘的根路径中 那么这是python3.7 你就写一个python37 就ok了 再来之后呢 ist 是 它的一个安装过程应该比较快啊 因为这个软件不大 它只有二十几兆 那么发现它正在装python的标准库 还有它的一个测试库 然后它的文档 然后它的脚本 它的一些支持 之后呢 它就装完了 装完了之后呢 这块有一个选项 Disabled Pathless Limit 它说呢 它可以去帮你去改变 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 最长路径的一个限制 这个呢 我们默认就不要去操作就ok了 Close 这个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最近安装的程序 我们发现这就有这个python相关的这个软件了 这就有idle 那么打开这个idle 我们发现这块呢 有一个输入光标 之后呢 上面写了个python3.7.3 接下来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在这来一个print 然后来一个helloword 之后呢 我们输入一下回车 那我们发现我们printhelloword 这helloword就出来了 之后呢 你再来一个print 直接打了一个空的print 我们发现下面就是一个空的内容 之后呢 我再来一个print 你真是一个小天台 之后呢 回车 发现你真是一个小天台就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环境的一个验证 并且我们通过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 一个print 和它去交互了 学编程通常来说 当你实现了helloword 你就成功了一半 那接下来我们打一个exit 退出 之后呢 确定 那我们发现这个就关掉了 之后呢 如果我们不使用 它自带的这个编辑器 那么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这输入cmd 然后这就有一个桌面命令符 打开它之后 我们输入一下python进入我们的环境 那我们发现 它其实python不是内部外定 内部命令 也不是外部命令 那我们怎么办呢 是因为系统中并不认识我们的python 我们想让系统认识python怎么做 我们需要将python添加到我们的系统环境变量中 那来到我们这边 找到我们python的一个安装包 找到之后呢 找到python这个路径 找到它的一个上一级 将这个路径拷下来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盘的python 之后呢 打开我的电脑 右击 属性 在属性里面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在高级系统设置中有一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里面这就有一个rock用户环境变量 还有一个系统环境变量 那我们如果想要所有的人都能用 你就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 如果只想让你的用户用 你就添加到你的这个环境变量中 那我们就把它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吧 方便以后我们创建其他用户 也可以直接用python 那系统环境变量中有一个pass 双击它 双击它之后呢 在我们这边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你将咱们刚才的这个python 给它粘贴过来 之后呢 点击确定 确定 确定 然后将我们这个关掉 之后呢 我们来重新打开一个终端 然后输入一下python 那我们发现 现在就可以像咱们装完python时 自弹的那个工具一样 进入了我们python的一个交互式的命令终端里面 之后你来一个print hello word 你发现它就可以输出hello word了 print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你发现它就可以输出你真是一个小天才了 之后呢 我们退出这个命令终端 至此 我们的这个python的一个开发环境 就搭建成功了 那你也把它配置到了我们的命令终端中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电脑的终端中 直接打开去运行了 那我们刚才也成功的去验证了我们这个环境 那大家如果想获取我们这些资料以及代码 你可以去添加千锋python学习学 coach458847959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